讲完了生产企业的免底退税的计算 我们接下来讲外贸企业免退税的计算 那么到这儿其实就是非常的简单了 增值税外贸企业免退税的计算 跟我们生产企业免底退税的计算 那完全是两码事 为什么我们说生产企业免底退税这么麻烦 是因为有一个底呀 是因为生产企业你分不清哪一些货物 你用于生产内销的产品 哪一些货物你用于外销了 所以才导致了咱们分不清外销所对应的那个进向 所以我们才又搞出来一套什么 用FOB作为你购心的这个价格 再乘以一个什么退税率 对不对 搞出来一套东西 但是对于外贸企业来说它没有这回事 因为它没有生产的能力 它所有出口的产品都是它从生产企业购入的 那你购入的时候 你购买价格多少钱呢 清清楚楚 你就凭着你购买的价格那张专票 你直接去申请退税就可以了 所以对于外贸企业来说 你出口退税依据 分成出口货物和出口委托加工修理修配的货物 你到底如何来退税 退税依据 对于出口货物来说 直接呢就是你购进出口货物的增值税专票上 著名的这个金额 不就是你的买价吗 对不对 或者是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 著名的一个完税的价格 也是你还购进的这个价格吗 那么对于出口委托加工修理修配的货物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你是以加工修理修配费用增值税专票上 著名的这样的一个金额 作为你退税的依据 那么这个受托方 他给你开的专票上写的是多少钱 直接拿过来乘以退税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应退的税额是多少 直接就用刚才所说的这一套 技术的依据乘以出口货物的退税率就可以 另外在这需要提示大家的就是 如果外贸企业 我们购进的是按照简易办法征税的出口货物 或者是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的出口货物 那么退税率分别为 简易办法实际执行的征收率 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 就算是你取得了专票 那么这个时候 退税率也是按照增值税专票上 税率和出口货物退税率属低的原则来确定 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有一家外贸企业 它从制药企业去购买了什么生物制品 什么抗癌的药品 什么罕见病的药品 这些药品都是咱们一般纳税人 可以选择简易办法来征税的这些项目 那么按照简易办法就说明 销售方制药企业你是按照3%来交税的 那么作为外贸企业来说 你也是按照这3%来负担这个税款的 但是如果这些药品 它实际使用的退税率是10%的话 现在就问你 国家是按照3个点来退你 还是按照10个点来退你 当然是按照3个点来退你 因为你实际负担的 你交上去的税就是这3个点 所以国家退的就是你交上去的税 所以这时候呢 如果你取得了增值税专票 那专票上就是这3个点 你就是按照低的来退 你就别指望国家还能多补贴你这条钱 好吗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道教材上的例题 说某进出口公司2021年6月呢 出口了美国平安部市2000平方米 那进货增值税的专用发表上列明的单价呢 是20元每平方米 计税的金额呢是4万元 增值税出口退税率13%告诉你要求计算 当期应退的增值税的税额 这不就是小学计算吗 对吧你应退的增值税税额就是用你的计税金额 也就是2000乘以20元每平方米 算出来的这个价格乘以13% 你取得了专票 著名价格就是这个对不对 乘以退税率直接算出来应退的增值税的税额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道教材的议题啊 说某进出口公司2021年6月呢 他构进了牛仔部北托加工程服装出口 北托加工的情况 取得牛仔部的增值税的发票 一张著名的计税金额呢是1万元 那取得的服装加工费计税的这个金额是2000元 售托方呢将原材料成本并入加工费 并开具了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也就是说这张发票上写的是1万2000元 那么假设增值税的出口退税率呢 是13%要求据算当期应退的增值税的税额 那不就是用你什么 哎这个1万2000元这张专票上著名的价款 乘以你的这个退税率等于1560 那么在这需要注意的是啊 咱们出口企业如果委通加工修理修配货物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加工修理修配的费用 我们说这个他的退税率要分开核算吗 不用分开核算啊 这个加工修理修配费用它本身没有什么退税率 它就跟着货物来走 它的退税率就是出口货物的这个退税率 所以这2000块钱你不用考虑说 啊它是不是退税率不是13呢 不用考虑它就是跟着货物走 货物退税率多少 它的退税率就是多少 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说我们之前讲到的都是退税的政策 就是又免又退的政策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说增值税 免税政策的适用范围 免税政策就意味着说什么 直免不退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这个道理了 就是说肖像是给你买免的 但是进向呢是不会给你退的 你也不能抵扣你的进向税额 抵了的话你也要把它给转出 这才叫做什么直免不退的这个政策 那么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 其实出口是我们鼓励的一种行为 所以按说呢我们都是应当 哎去给它适用这种退税的 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产品 有一些货物出口 我们适用直免不退的政策呢 主要呢是有两大类 大方向上你先把握一下 第一呢就是说 哎这一批货物 你出口的这批货物 你在购买的时候 你就没有负担过税额 那么这时候国家给你退什么呢 退的是你什么 退的是你之前交到国家的 交给销售方 由销售方交给国家的这个进向 比如说你购进了一批货物是100万 你卖出去是200万 为什么给你退这13万年的进向 是因为你当时负担过了 但是现在为什么不退呢 哎是因为第一种情况 就是你这些货物 你根本就没有这13万的税 你当时给卖家 你就给了100万 所以国家无税可退 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 他出口货物 这种情况下 不是说他没有负担过 而是说他不合算进向 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来说 他计税的方法 就是用他的这个销售额 乘以他的征收率 他不存在一个抵扣的环节 那我们说是 我们退的是你的进向 对不对 所以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来说 他是因为不合算 所以也不会给他适用退税的政策 但是呢 你出口还是免税的 出口这个销售你不用交 对吧 那么所以 这个增值税的这个免税政策呢 在我们的教材当中呢 有那么五六页六七页的内容啊 我是挑重点的给大家讲 这一些呢 只可能是考察到这种 记性的实际性的 在客观题当中可能出现 我就不一项一项的去给你念了 念的话是浪费我的时间 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你回去呢 自己对着教材 把它顺一点 考前的时候啊 考前的时候多看一看 把它作为这种客观题来掌握 在这呢 我讲讲重点的啊 首先呢 第一项 出口企业或其他企业 其他单位出口规定的这种货物 有十四项 这种呢 是比较容易考到的 它是适用免税不退税的政策 第一呢 就是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 他出口货物 那么小规模纳税人出口货物的话 我们说他没有景象 所以不给你退 直接给你免消想 另外对于避孕药品和用具 以及古旧的图书 这个呢 是属于免税的 这都是免税项目 第九节会学到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够进的时候 你没有负担税款 所以这时候没有景象退给你 第三 软件的产品 第四什么 含什么黄金 薄金成分的货物 钻石 以及其他饰品 国家计划内出口的卷烟 以及非出口节 委托出口的这种货物啊 咱们刚才讲到的生产企业 外贸企业 那都是出口企业 试用的是什么 试用的是 又免又退的一个政策 另外 非列明的生产企业 出口的非视同资产的货物 咱们说 只有列明的这种生产企业 你这个出口 非视同资产的货物 才让你试用什么 又免又退的政策 如果你不是列明的这些企业 你只有自产的货物 或者是视同资产的货物 咱们才允许你 试用又免又退的政策 这款要区分出来 另外对于农业生产者 自产的农产品 那么农业生产者自产 咱们也是免税的 对不对 另外还有油化 什么花生果 人大豆等等 规定的出口免税的这种货物 比如说你购建一个油化 其实油化这个价值 你很难去评判啊 那你说你300万 购建了你出口了 然后国家 再把这税给你退给你 不靠谱 对不对 另外对于外贸企业 取得的这种 什么普通发票 什么费旧物资的收购凭证 农产品的收购发票 政府非税收入的票据的 这种货物 出口这些货物的话 它没有取得专票 对不对 我们说外贸企业 刚才强调的货物 一定是你取得专票了 你取得的这些票 它是没有办法去 给你退税的 但你可以免税 另外呢 对于来料加工 付出口的这个货物 这个呢 你要区分出来一个概念 它跟进料加工不一样 咱们说进料加工是什么 一般都是国内的企业 它用自有的这种外汇 它从什么 国际市场购买原材料 购买零部件 按照自己的什么加工啊 设计之类的 生产出来一些产品 然后再去销版国外 那咱们对于进料加工来说 我们提供的呢 可不只是一个什么加工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 料也是咱们自己买的 只不过呢 有一些呢 它是从国际市场买的 所以呢 从国际市场买的这些 咱们进口之后 再加工再出口的 那你耗用的这些 进口的这些免税的料件 那我们强调 不是要从这什么 FOB的价格当中 把这一部分 进料加工 免税耗用的 去减除掉嘛 对不对 它这部分是不给你退的 但是其余的部分 还是适用什么 还是适用 免底退的那套办法 但是呢 对于来料加工 来料加工是什么意思 就是境外客户 给我们境内的这些 什么保税区的这些企业 提供材料 那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呢 它就只提供一个 什么加工的一个服务 我们收取一个加工费 那么进口的材料保税 出口的时候 咱们免税 那么国内耗用的 这么一点点的这种材料呢 咱们就不给你退税了 所以呢 对于来料加工来说呢 它是适用的是 免税不退税的一个政策的 但是对于净料加工来说呢 咱们还是适用免底退 就是又免又退的政策 只不过呢 你要把你耗用的这种保税进口 你没有负担过这种 这个税款的这一部分的价格呢 从你的计税的价格当中 退税的价格当中 去减除掉 另外呢 第十二项 特殊区域内的企业 出口的特殊区域内的 这种货物呢 咱们也是适用免税的 这种政策中 特殊区指的就是什么 中保区啊 什么保税 什么物流园区啊 这种啊 另外呢 是以人民币作为结算方式的 边境地区出口企业 从所在省的边境口岸 出口到接壤国家的 一般贸易和边境的 小额的贸易出口的这种货物 另外是什么 旅游购物方式 曝光出口的这种货物 看个眼熟就可以 另外还有第二大类的 免税的 指的是出口企业 或其他企业 适同出口的下列的 货物和劳务 什么主要是什么 免税店的呀 什么特殊区域呢 企业为境外的单位 或者是个人提供的 加工修理修配的这种劳务 以及什么同一特殊区 不同特殊区域企业之间 小手的这块 其实可以跟咱们之前讲的 那个中保区的 那个一般大数人的规则呢 结合起来 但是其实不同的中保区 它有不同的特殊的政策 所以这块考试 我认为考到的概率 是比较小的 另外第三呢 是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 未按照规定申报 或者是未补其增值税的 退免税凭证的 出口货物和劳务 那你申请退税 你不是得有专票 得有合法合规的凭证吗 那你没有的话 那就算是 你本来是可以适用于 退免税政策的 但是现在呢 那咱们就只能免税不退税了 你票没有这个合规的票局 没有办法 对吧 另外第四呢 就是境内的单位 和个人销售的下列 列明了服务和无性资产 免征增值税 但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规定适用增值税 零税率的除外 这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服务和无性资产 12项适用零税率 其他的都是 基本适用的是免税的政策 所以在这呢 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计少不计多啊 那教材91到94页 整整四页列明了 全都是这些适用免税政策的 那么这种情况呢 咱没法讲了 讲的话呢 在两三个小时浪费你的时间 所以呢 回去呢 把这12项记清楚 剩下的呢 你对比着这12项 自己去看一下 就可以考试最多 就出个1分 1.5分 好吗 另外第五项 对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以下简称 宗室区的电子商务的出口企业 出口未取得有效进货凭证的货物 同时符合下列列明条件的 市型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这种免税的政策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说这种 在这种宗室区的电子商务的出口企业呢 它现在的一个经营现状 我们首先呢 再去了解一下 你要了解一下这个政策出台的这种背景啊 也就是说这些 这些电子商务出口企业 他们购货的方式啊 他们其实买来的这个货物 他们也是销往国外的 但是他们购货的方式是什么呢 一般来说呢 都是那种小批量的零星的这种购买 比如说你可能是从淘宝上 去买了一些什么钢笔啊 什么的去出口到国外了 买了一些什么鼠标啊 去出口到国外了 那么我们的这种购货方式 就意味着你去购货的时候 你跟你的卖家上游企业之间 你是不是凭借着发票去结算的 也就是说你手里是没有发票的 你不但没有专票 你连普票都没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咱们出口货物 你提供专票可以享受退税 那么你提供普票的话 你可以享受的是免税 但是如果要是你什么票都没有的话 那你就得征税了 你既不能免 也不能退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为了鼓励这种 中式区内的这些电子商务的 这个出口企业 他们就算是小额的出口 那咱们也是出口呀 对不对 所以为了鼓励他们 所以我们现在就出台了这样的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的核心 其实叫做什么 就叫做什么 叫做无票出口 也就是说 你就算是没有取得这些发票 但是呢 如果你已经在中式区注册了 并且在这个注册跨境的 什么什么综合服务平台上 有这些具体的这些 你这个销售的这些 货物的一些这个信息了 另外你是通过 中式区所在地的海关 办理的一个出口的申报手续 还满足一些其他的一些条件 满足了这些条件之后 就算是你没有票 也允许你免税 你也不用征税了 好吗 就是这样的一个 来鼓励这种 小规模的这种电子出口的企业 去出口的一种特殊的政策 另外呢 对于第六项 市场经营户自营 或者是委托市场采购 贸易经营者 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出口的货物免征增值税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政策 因为我们说市场采购贸易 它是一种比较新型的一种 国际的贸易交易的一个方式 它主要呢 是国家为了鼓励这些中小微企业 承接这种海外的订单 给这些之前不具备出口资质的 这些小企业一些优惠 那其中的一项优惠政策 就是说你们这些小企业 虽然你们不具备出口资质 但是现在你们也能出口 并且出口还能免税 所以呢这一块呢 其实相当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两个特殊政策啊 我们也是作为客观题来把握 另外第三个知识点 增值税的征税政策 适用的范围啊 我们说其实出口 我们都是鼓励的 主要呢是又免又退 这个有一些特殊情况呢 咱们呢是免税 比如说你或我没有承担过这个税额 或者说有一些服务和无形资产 咱们主要是免税 那征税其实是非常少见的一种情况啊 那么征税呢一般呢 都是一些比如说出口企业出口 或者是仕同出口 明确取消出口 退免税的这些货物 就不让你使用退免税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出口一些 国家不想让你去出口的一些 批有的这些什么矿产呀资源呀等等 另外呢就是出口企业出口 不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 服务和无形资产 服务和无形资产有12项 咱们是适用零税率的政策 还有一些呢是适用免税的政策 如果既不适用零税率又不适用免税 那当然就征税了 另外还有什么出口企业或其他企业 因骗取出口退税 比如说机关停止办理 这个退免税期间出口的这个货物 那你对国家不老实是不是 那你就只能是适用政策政策 免税你也用不了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出口企业 或其他的单位提供虚假的 被案单证的货物等等 那这都是一些违法违规的这种行为了 那当然不会让你适用这种 这个税法上的这种优惠性的政策 那么这种征税政策呢 具体呢是在教材的第95页到96页期间 所以呢你也是自己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接着呢我们来讲最后的一个知识点 叫做境外旅客的购物的 离境退税的这个政策 那么境外旅客 离境退税政策呢 是一个什么政策呢 其实针对的就是来我们国家 旅游的这些游客在我们的一些退税的商店 买的这些物品给他们实行这种退税啊 那么这种退税呢 退的是什么税 它其实退的是增值税 那它一般的针对的都是 就是外国的这种游客 我们各个国家都是这么实行的 比如说咱们要去疫情期间去日本旅游 那日本满大街全都是什么 Japan什么Tax Free Shop 就是那种退税的商店 你在那一次购买了车后多少多少钱的东西 你可以当场呢就去办理这个退税 退的也是增值税 那咱们去什么法国 什么巴黎春天什么老佛爷 这个低下一层的退税商店 全都是中国人在那排队 就申请这个退税 买那个奢侈品 对吧 那哪个国家都有 那么这个退税呢 其实我们要跟一个什么概念来区分开啊 它跟免税是不一样的 那咱们这个出国的时候 你过了海关 这个进了航站楼 你会看到一个特别大的标志 上面写着这个Duty Free 那这个Duty Free 它是免税商店啊 免税跟退税不一样 也就是说免税商店 它购进的这些产品呢 入境的时候 它是没有交分税的 所以呢 如果要是咱们出国的时候 进了这个航站楼 进了这个免税店 我们购买的这个产品价格 是比较低的 因为它是一个不含税的这种价格 那只要是我们出国 不论是本国的居民 还是外国的居民 咱们都是可以在免税商店 去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 去购买这些产品 那就因为你是已经是准备 就出国了嘛 所以相当于这块地方 就是免税商店 也相当于是 你是在境外消费了 所以呢 这块呢 就给你的这个税率 就会有一个税收优惠嘛 相当于 但前提是你得出境 所以你购物的时候 你是一定要向 这个销售房具 出具你的这个什么护照呀 或者是有效的这种 出国的这种登机牌 你才能去购买 那么对于这种免税 跟我们想想的这个退税 它不是一回事 退税退的是增值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 首先呢 离境退税政策指的是 境外的游客 它在离岸口径 离境 离岸的时候 这个离境的时候 对其在退税商店 购买的退税的物品 退还增值税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么它适用的主体呢 其实就是境外的这种游客 那指的呢 就是在我国境内 连续居住不超过 183天的外国人 和港澳台的同胞 就是来我们国家旅游玩的 对吧 那么什么物品 我们可以退税呢 这个退税物品指的是 由境外的游客本人 在退税商店购买 并且符合退税条件的 个人的物品 但是不包括禁止 和限制出境的物品 退税商店销售的 使用增值税 免税政策的这种物品 因为你购买的免税 它本来就没有税 给你退什么税呢 对吧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 什么叫做符合退税条件的 这个退税条件指的是 旅客申请退税 同时符合下列的条件 第一条 同一境外旅客 同一日在同一退税商店 购买的退税物品的金额 达到了500元的人民币 有一个最低限额500块钱 如果要是太少的话 咱们就没有必要费那个信 来算这个税了 另外呢 退税物品上位取用 或者是消费 强调的是 你没有在境内消费 你带出去消费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强调的一定是上位取用 所以我们去退税商店买东西 一般来说 退税商店都会把我们 购买的这个东西密封 你带出境了 你才能用 另外第三呢 是离境日 具退税物品购买日 不超过90天 三个月之内 你就得走 否则的话 就没法适用这个政策 另外第四 所购的退税物品 由境外游客 本人随身携带 或者是 这个随行李 托运出境 你走的时候 自己亲自的去把它带走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退税率是多少 退税率和征税率还不一样 它比征税率要去低一点 如果我们购买的是 适用税率为13%的这种 退税物品 那么退税率呢 就11% 如果适用的是 9%的退税物品 退税率呢 是8% 这个数字呢 要记一下啊 我们客观体上 有可能会考察的 那么退税又怎么计算 你就直接用你 退税物品发票上的 这个含着增值税的 这个金额 乘以退税率 11% 或者是8% 就可以 那么具体来说 退税的方式 有这么几种 如果你退税金额 没有超过1万元的 你可以自行选择 退税的方式 那咱们现在很多地方啊 外国游客比较多的 疫情之前啊 外国游客比较多的 比如北京 整个北京四五家 四五百家 这个退税商店 那么你退税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方式 什么微信啊 什么支付宝啊 北京市市务局要提供了 很方便的这种 这个退税的方式 那么如果要是 你的退税金额 是超过了1万元的话 那我们监管 就会更严格一些了 是要要求 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来退税 好吗 这是咱们退税的 这个方式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具体的真题 来看一下 2016年改编的一道真题啊 这个是 我们在这些年以来 6年以来 唯一的一次 这个16年考到的 一道真题 而且算数还特别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说 某自营出口的 生产节为增值税的 一般的纳税人 那出口货物的征税率呢 是13% 退税率呢 是9% 出现了一个税差 是不是 那么在2019年6月呢 构建了一批原材料 取得的增值税 专票上著名金额500万 税额呢 是65万 6月内呢 销售货物取得 这个销售额是150万 出口货物取得的 外销的金额呢 是200万元 上月增值税呢 留底税额呢 是10万元 给了这么多的条件 问的是什么 问的是 该企业当期免底退税 不得免征和底扣的税额 给了这么多的条件 问了你一个 特别小的一个问题 当期免底退税 不得免征和底扣的税额 我们当时讲过 不就是我们需要 从镜像当中 转出的那一部分的金额吗 转出的是什么 不就是FOB 乘以什么 乘以税差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其他 给的这种条件 根本都没有用上 我们只需要找到 FOB价格 FOB价格是什么 就是你外销的 出口货物的销售额 人民币200万元 税差是什么 税差就是你 征退税率之差 征税率是13% 退税率是9% 两者相乘 直接就是你应当 从镜像税额当中 转出的金额 对不对 800万元 我们接下来看一道 多简题 说下列的出口的货物当中 免税但不退税的有 免税不退税 我们来看一下 A 古旧的图书 我们购买的时候 就没有税 所以这时候 没税可退 当然要使用免税 B 避孕药品和用具 一个到底 它本来 它就是不交增值税的货物 C 列明生产企业 出口的非资产货物 列明的这74家企业 很牛 它出口非资产货物 咱们也是适用于 退税政策的 对不对 另外D 来料加工服出口的 这种货物 咱们是用免税 不退税 但如果是尽了加工的话 咱们使用的是 又免又退的政策 所以这要第选的是 A B和D 接着呢 我们就以导图小节的形式 来总结一下 出口和跨境业务的增值税 其实没有什么好总结的了 该总结的都是在咱们那张 套路的表格上 那么对于 这个出口的话 我们有三种政策 有退税的 有免税的 有征税的 那么对于免税政策 和征税政策的话 我们都是以什么 记忆性 知识点 来掌握的 它是不涉及到 这种计算的 或者说考试当中 它是不涉及到计算的 那么对于免税来说 我们首先要掌握 什么是免税的 这个适用范围 那么对于服务 和无形资产的话 我们这块要特别 注意一下了 一共有12项 这个服务 无形资产是适用零税率的 其他主要都是 适用免税的 那么对于征税的政策 咱们就不说了啊 这个征税政策的 这个范围很少 自己回去看一下 95到96页 那么对于退税的话 这块呢 是我们需要 以计算的形式 来去掌握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 适用退税政策的范围 它包括了生产企业 包括了外贸企业 包括了货物 包括了服务 也包括了劳务 那么具体来说 它退税的计算 生产企业 适用的是 免费退税的这套办法 而外贸企业 适用的是 退免免退税的这套办法 那么对于外贸企业来说呢 这也是相当于 是不涉及到计算的 你够进货物的这个价格 这个专票上写的价格 直接乘以退税率 算出来的就是 你应退税额 而对于生产企业来说 因为它有内销 而又有外销 所以我们在实际的 这个算税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首先要 将内销和外销 合并起来 算一个 你当期的合并 出来的一个应纳的税额 这是我们应当 算出来的第一个数字 除了算出来 合并计算的 应纳税额之外 你还要算出来一个什么 你要还要算出来 一个退税的什么 限额 这两者相比 哪个小 退哪个 具体来说 合并计算的 和计算限额当中 需要考虑的这个问题 直接回去 套用公式就可以 那么另外对于 境外旅客 离境退税的这个政策 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要求你同一个人 同一天 在同一家退税商店 你购买的这个 这个退税物品的价格 是超过了500块钱 你没有启用 并且你90天之内离境 你是可以去申请退税的 具体来说 应退的这个 增值税的这个计算 直接用退税物品的销售 发票上 著名的这个 含着增值税的金额 直接乘以一个退税率 退税率跟征税率 是不一样的 13%的按11%退 9%的按8%退 就是这些内容了 好吗 本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拜拜